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呢 他最没办法忍受的最大羞辱就是说他拿了孤承允的4亿汇款 他说呢 天啊 我只和孤承允的父亲孤老 孤资政 海基会 孤董事长 熟视互动 我完全没有跟孤承允交往过 然后呢 他又根据吴淑珍的回忆说 2004年的选后 就是第二任的总统选完了之后 孤承允呢 到家里头来 然后他当面 吴淑珍当面感谢台泥捐了选举钱 特别讲是选举前的两亿元 根本就不知道有达玉公司以及达玉公司要卖龙潭土地的事情 说我跟太太一起向孤承允开口要汇款4亿 真是欲见鬼 我死也不明目 就堵到鬼了 死不明目 然后呢 陈水扁坚持这个龙潭购地案的这个 虽然如此 前面讲了一大堆就是选举的政治现金 那说是汇款或是佣金呢 都是堵到贵 但是后面有一段呢 他又说呢 龙潭购地案的仲介费 他又把它当成仲介费 前面先说是选举钱 完全不知道是跟什么土地有关 后面又说呢 这个钱呢 是仲介费 而且是5亿 那其中孤重量分走了1亿 然后后来被他爸爸孤联松骂了 所以呢 就把5亿 会1亿还给孤承允 所以才会变成现在的4亿 他说明明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怎么会变成是我跟太太跟孤承允要的呢 冤枉检察官大人 不管是不是他跟太太跟孤承允要的 这个冤枉检察官大人 前最后跑到了陈志忠的户头去 这就是最怪的地方了 德大哥 他假如判决下来 采取检察官的看法 他就会喊冤枉啊 法官大人 又有另外一本书 所以陈志忠我就觉得他这个 其实孤承允 他那时候讲得很清楚 他这个钱 他假如说不是佣金嘛 他说是佣金啊 他说他认知的是土地的买卖的佣金 认知是土地的佣金 但是假如说 他能把它讲成是佣金的话 佣金是不换法来的 不是 佣金是不是总统收拾犯法的啊 无数真是 因为如果佣金啊 不是啊 看佣金的性质是怎么样 佣金假如说他真的能把它 把它拗成佣金的话 我觉得这个违法性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龙潭案 会被认定是合法的钱 因为孤承允 火车的话 孤承允凭什么 那个特征组会对孤承允重新发落 龙潭案的部分 在下个礼拜一开庭的时候 可能在法庭上面大家会看到 就是蔡明哲认罪 李建木认罪 结果陈水扁说 这些钱我怎么会知道 那钱怎么跑到我儿子的口袋里头去 我也不知道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 版本上面的这个不同 那现在呢 陈水扁的策略是把所有的事情 不管是龙潭还是南港 通通都是推给蔡明哲 就是蔡明哲 都是他自己在那里乱搞 所以他还说呢 这个偷印无数真夫人的助理名片 打着第一夫人助理名片去招摇撞骗 南港案是这样子 龙潭案也是这样子 所以骂的就是蔡明哲 那蔡明哲的这一张名片 他如果说是偷印的 这个印的是有点点黑了一点点 但是这个是邱毅在好早好早以前 就已经开记者会拿的名片了 如果呢 在邱毅开记者会拿这张名片的时候 就觉得说这个名片是偷印 拿出来招摇撞骗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应该要跳出来澄清说 这个是蔡明哲自己偷印的 那现在才说蔡明哲偷印名片 自己招摇撞骗 这个事后去这个圆晃 或是事后要把责任叫蔡明哲扛的可能性非常高 今天邱毅也提出相关的质疑 这张名片最早是他找出来的 而且郭权敬 郭淑贞 我说过 他们都是在企业界还算是有头有脸的人 他们不会看得起蔡明哲的 只不过因为蔡明哲代表的是吴淑贞的身份 蔡明哲的名片我也说了 他那张总统夫人助理的名片 还是吴淑贞用国务基要费的机密费 把他印出来的 所以郭淑贞怎么会是蔡明哲的人头呢 他当然是吴淑贞的人头嘛 当然是贬家的人头嘛 到底这张名片是不是用国务基要费的机密费印出来的 我们回去找了一下当时起诉书当中 国务基要费的流水帐清册里头 印名片的确是有一笔费用 不过在这笔费用当中 92年1月3号的印刷费的费用当中 写的是吴景龄等人的名片 就是说帮吴景龄印名片 但是等人的等的后面有没有蔡明哲不晓得 那这笔费用总共是900块 所以900块的这个名片印制费 应该不是只有印一个人 后面应该还有其他人 那只是说等人有没有等到这个蔡明哲 也许邱毅更有办法去查了这个后面的戏目 到底是不是 好不管这个名片到底是不是吴淑贞帮忙印的 指控这个蔡明哲招摇撞撞撞撞撞 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就能够搞定的 这种说法法官会不会也丢一句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法官也不会相信的话 沈道 是这样 那个主持人你刚才有没有听到我们一个观众 非常赞美王美玉 说他台乎国父双生代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 说冤枉啊检察官大人 玩弄啊 这一句爱用台乎国家传 玩弄啊 监察官大人 这句是要用台语讲的 你讲得不错 不错 讲完弄了 但是我倒是劝阿伯要听他律师的建言 就是要尽量保持检卖权 不要多讲 诶 窄里面也不要说 他越讲越老虎 而且就当成成堂证供了 印出来了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他就是抓小放大 而且你看他以前讲过 你看我跟林白玉来往啊 我跟孤政府来往啊 他们会是要钱的人嘛 所以你看今天他在书里头啊 当他提到孤政府的时候 他用了孤老 孤资政 孤董事长 中文很少用三个同位格的 这个叫同位格你知道吗 对对 讲完都是同一个人 他就是说同一个人 一直讲到说 你看人家得高旺众的老人 才会拿钱好 所以你看这 阿伯其实是词穷了啦 力也没有了啦 爱说给他秦才公告 不然拿钱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 有的时候我跟郑春菊的看法一样 我们再跟他说文解释 在这家街市在市场上 我觉得有一点看不起自己 你刚刚讲 他对这个老人 这个把他的同位格 摆得非常高 还有零百米也是啊 孤资政 还机会 不过对另外一个老人 他就没有这么好 在这个书里头写了五里赔 他说呢 为什么那个五里赔 那笔钱都是五里赔 他自己说账户要这样子弄 五十万要出去 这样才不会被发现 都是他建议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钱是他弄 就把那个部分 是推给了另外一个老人 五里赔 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那个龙谈案 我们不要忘了 起诉书里头 现在很清楚 李介木 蔡明哲 还陪同吴淑珍去考察那一块地 去农坛看他那一块地 去竹科 对 然后那个陈水扁还讲过 说有一间公司 答语就要买地啊 有一间公司就要买地啊 我就怕他们就赶快帮他们撮合 他怎么会在 在现在他的书里头说 他不知道答语这件事 还有人去投印名片 招摇撞骗 他也投印你的 投科十六个印章 去请领国务记号费 去扣赏自己啊 你忘了嘛 那个总统有员工 包括马永辰 他说这是仲介费这是佣金 这是政治现金 他说他在御山官邸 那个 菇陈云如果没来官邸 总统有找我 有一次去御山官邸 我没在的 我没在的而已 他永远的说辞都是这样 所有的人都去御山官邸 都看他没有不是看他 陈民群也去啊 菇总盈也去啊 大家都也去啊 他说嗆嗆 菇总盈说 你算哪颗抽哪颗算啊 可以一个礼拜见我好几次 一个月见我好几次 对不对 菇总盈回来当污点这个人之后 他的讲法是这样子哦 所以我觉得陈水扁这种 他这个书一出来 对照他在起诉书里头 对照他以前讲的 都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而且他是漏洞百出 我觉得他到最后 他会自己 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再来讲吴礼拜 吴礼拜是在 参加一个宴会的场所 接到他的电话 他说你快来你有宴会 我现在来参加宴会 不然你明天再来 他要跟他叫来 叫来后就说 我说一笔钱 要管给你台独做建国基金 那人家听着说 沈大老的标准说 一百块米金就反应 他要死了 更何况说 要跟两百万米金啦 所以人家是 哦很高兴 那他是个银行家 就告诉你说 不然你就五十万五十万回来 他现在就说 吴礼拜赶我说五十万五十万五十万 回死的口罩去 意思就是说 吴礼拜赶我呢 不是我叫吴礼拜的呢 你看 白的可以讲成黑的 黑的可以讲白的 那吴礼拜如果真的 照你所讲的 是这么坏在帮你洗钱 他就不必把那个 户头说全部要汇回来 然后有够完弄就对了 我觉得他 践踏台独 他现在还说 他是什么 2012号叫我们 就是什么 巨统公投 他要做台独的教父也好 台独的战将也好 什么都好 他践踏台独 建讨台湾人民 建讨台湾的基本精神和这个地步 我感觉是 喊民 我感觉他在喊民 还在做民族 我刚才因为 想回应一下那个沈医师 他刚才说 应该阿扁听他的律师讲 行使监默权 这当然是从某个 诉讼策略上是这样的 可是我 他的律师搞不好说 你给我下垮 你多写一点 你怎么这么东西 我都不知道 万一我上法庭跟你拼了 当场就挂了 就很多东西他都不知道 你有没有看看 所以最想看那一本书的 这两个律师 是是是 孤立雄 你看孤立雄赶快闪了 我不晓得最近 正胜术是真的体力不智 还是发现说 越来越看苗头不对这样 所以你们这就输了 你说 我再说的有的不的 你让我旁边说的清楚 他到底真正有和盘托书 帮你 帮你这个告诉你嘛 你不能怎么说 把全部寒到一大堆 给人家 把自己的专业名誉 都赔上去 结果当然是想说 我这场我们要赔阿扁 这样子玩嘛 我每次到这边来 我就认证 我们到底是在冲 我说认真想 我还是觉得 一定要找出个意义出来 因为说 我们这个传统的社会 做总统是很高贵的 高贵嘛 这个高兴的人 绝对是没可能欲白来 一会就欲白说话 所以我们对总统 跟他说过去红帝 结果陈水扁 你看今天荒腔走板 他的话 为什么值得我们在这边弄 我是建议说 你们应该其中来宾一个是 找吴文青 他那个从 开口当 小学同学高跟 到现在又百分之三百 相信陈水扁的 这种人 还能够如果 还能够跟陈水扁好好对话 我们这个 整个姐妹的过程 说把这种领袖神圣话 一说完一言九鼎 绝对没可能欲白说话 把这个东西解除掉 我是觉得值得 那你今天要跟他搏斗 是搏什么东西 这位 今天你这位做总统的 有可能是做策 这就是民主政典的时候 你不能觉得说不可能 民主时代照常有可能 所以担水扁这些文章 我会觉得 撒得大拼 够下跨了 他就算 看了 大家照料之后 这样就不求了 不过现在这个陈雨扁 在书里头把两个案子 龙潭跟这个南港 都要推给蔡明哲 其实他就是希望 找一个人出来顶罪 要有人出来顶罪 他们就解脱了 所以这样子会不会一直 告诉蔡明哲 你就知道我这个版本 就这样顶 就这样顶的话 你不会有什么事 我也没事 不可能你忘了吗 在那个第一次开庭的时候 他的律师讲得很清楚 说他是行政院长 拉到宪法高度 不是总统 因为他在总统府 不是开了一个会吗 把李建木啊 副院长啊 院长啊 都找去了嘛 所以你想想看 现在蔡明哲是谁 蔡明哲是谁 他没有任何公子 他有材料 他有材料 决定说国科会 要没有这个土地 他是一个资应 吴淑珍特助名片的 即使他是私人特助 夫人的私人特助 他有材料决定说 这个土地要怎么做 不可能嘛 所以他的地业辩论的立场 那时候就说我很清楚啊 所以我觉得他是破功啦 很清楚 蔡明哲没有材料 决定公务体系里头的任何一个决策 但是蔡明哲有材料 给他拣拣了啦 给他拣拣了 然后拿多少钱给他啦 那今天就是说 你今天已经讲到说 这是行政院长的职权 我们宪法里头最高的首长是 行政院长不是我旁 不是总统 你已经变到这个地步 现在怎么 放过来说是一个特别助理 地步的 欧北部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天差地 这个他的那个论辩技巧 他的律师团真的是 也让他在找下转 我不知道有什么 春奇说的 叶律师不是怎么给他拣拣了 其实蔡明哲 如果是单纯他自己去运作这个土地 然后把它促成了 中间没有无数人成水平 所以公务员在那边贪污 蔡明哲不犯法 对啊 所以他没事啊 他现在只要单下来说都是我 民间的行李 然后这个政策的诚信是一个巧合 他就是因为 他就是自己去瞧 没办法瞧得成嘛 所以需要你的公务员来贪污 用公选力介入 所以他们才变成共犯 他才犯法 其实他们是 蔡明哲是够了太久 但是我是认为说 名片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你去运名片 你看看 你去运马英九助理 去外面 等一下我相信 外面照样照片 通不通啊 才是重点的 他有没有用 没有用的 名片是要 就是蔡明哲有本事 把吴淑贞带出来 show off给这些人看 对 那才有用嘛 没有名片也可以用啊 有些人没有名片 一天到处骗来骗去 他可以把当初人导出来 导出来给你碰个名片 他干什么 何必要名片 我们先进广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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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